新的身份证已经开始陆续更换 而今天我们就会介绍一下新身份证的防御特征 让大家知道如何去分辨真理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用到身份证 而身份证里面的个人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妥善处理 就有机会被不法分子导用 Madam Lee 你好 不如和我们介绍一下新智能身份证的防御特征 好,Kevin 其实新的智能身份证的饰养 和现在的身份证是大致相若的 除了晶片和相片的位置有所改动之外 卡的大小和卡上的资料 和现在的章是一样的 新的智能身份证 我们加入了九项先进生命的防御特征 大部分都是可以用肉眼来分辨 不如我们现在来看看 新的智能身份证的卡面吧 现在转着是真的 相片的房子 可以用手术 揀来用一把 太好了 好 看起来用手术 隔统来用手术 先用手术 先用手术 kalki 中間的紫荊花會顯示出 立體的視覺效果 卡面的右上角和左下角 加入了觸覺浮雕特徵 當手指觸摸右上角的香港 和左下角的香港的時候 字樣是會有凹起的感覺 身分證的正面和背面 開口的重疊面積有一個透明窗口 印有辭證人的身分證號碼 而這個號碼是以激光黑色 在透明窗口不同的物料層上 這個房間的特徵極難偽冒 左下角有磁證人第二幅較小的相片 這個房藝特徵採用了一具立體感的 激光影像專利技術 在不同的角度看 磁證人的照片會呈現立體的效果 另外, 新鎮也加入了多種 更複雜的圖案背景 例如細線和扭索式圖案 還有用了細微文字印刷 是需要放大鏡才可以辨認到的 我們再看看新身分證的背面 卡的最下方, 我們用了彩虹印刷 而接近晶片的位置 就設有一個光學變色油墨的三角形 在不同的角度看 油墨會呈現出不同的兩種顏色 而在紫外線光照射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維港軒花景 以及主要建築物的彩色紫外線圖案 例如尖沙咀中樓 匯展新翼和青馬大橋等 有關防藝特徵的資料 入境署已經準備單張給市民取閱 市民也可以選擇瀏覽 我們新智能身分證的網頁 網址是www.smartid.gov.hk 除了新身分證的防藝特徵 入境署有沒有關於身分證的安全事宜 可以提升市民呢? 香港身分證是重要的身分證明文件 辭證人是有義務妥善保存的 根據香港法例第177A章 人事登記規例第13條 市民如果遺失身分證 需要在14天之內 向人事登記辦事處報告 以及申請新的身分證 萬一如果在香港意外的地方遺失的話 就需要在回來香港之後 第14天之內 就保領新的身分證 市民在不見了身分證之後 如果認為有需要通知相關機構 例如銀行、電訊公司 就應該主動作出聯絡 以防身分證被不法之徒利用 另一方面 對於經常要處理身分證明文件的機構 例如政府部門、金融機構、法律界 入境處會為他們舉辦講座 講解香港智能身分證的防偽特徵 辨別偽證的技巧 以及辨別辭證人容貌的要點 藉此提高他們的警覺性 提防不法分子使用已報室、偽造 或者使用他人身分證 我在此作出呼籲 任何人士或者機構 如果使用身分證作為核實 辭證人身分的時候 是有責任採取合理的步驟 去確定辭證人身分的真偽 如果對辭證人的身分 或者各張身分證的真偽是有懷疑 請致電入境處的熱線 2824-1551 尋求協助和舉報不法的行為 再次提提大家 全港市民換領身分證計劃 在2018年年底已經開始做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何時要換身分證 和當中的詳情 可以再次瀏覽入境處的網頁 再次瀏覽入境處的網頁 再次瀏覽入境處的網頁